很棒,挺好的,真是厲害 看不一樣,追得很快 真的跟Z9真的差不多 Andy,剩下一部玩吧 你喜歡買東西的嘛 我沒錢了,你借給我 不,你買了借給我的部機 今天又來到我的一廠,就是N Plus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 請側AV速報 我手上這部是Nikon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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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辛苦的Z8的相機 事不宜遲,講解一下這部機有多勁給大家聽 來吧 這部Nikon Z8拍照最高拍到4570萬像素 拍片最高8K 50格 4K可以拍到100格和50格 內錄還可以用10bit 422 ProRes HQ 和12bit ProRes RAW 亦都可以用N RAW去記錄 要留意,拍8K 50格就要用N RAW去記錄 這部Nikon Z8的相機 基本上和Z9都差不多 連SPEC都差不多是一樣的 和Z9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沒有了一個直倒掣 握上手的感覺 握手位是一貫Nikon的Style 很實在的感覺,握得很穩陣 還有機身也有很多功能掣 用起來就不用經常按入Menu找東西 另外它有一個四軸的反螢幕 最棒的這件事 最喜歡拍照的朋友,這個真的很適合 而且拍直到的時候,Menu也是會打直的 另外呢,有HDMIpe Type-A輸出 有Mic-In、Headphone、基本的油油 最特別是有兩個USB Type-C 一個是可以給PD供電 另外就可以用Data 嘩,聲音真的很棒 但是它沒有機械敗門的 拍照的感覺很短短的聲音 那個聲音真的挺難看的 對焦方面,Z8有493點對焦點 有人和動物主體的追蹤對焦之外 也可以追蹤汽車、飛機、火車和單車 由於通關之後 在我的頻道,所有的美少女都飛了出去 Happy就獨留我在香港 唯有這次我親自上陣做這個Model 很高興今天邀請到我的CAMMAN Andy Lam 幫我拿著Z8拍攝我 各位大家 這部Z8的Groga JPEG 最高的每秒連拍20張 以及可以拍到每秒120張的JPEG 沒有黑評 這台Z8的Groga JPEG 都是雙卡槽的設計 有一個CF-Expect Type-B的記憶卡卡槽 也有用XQD卡 還有一個SD卡的卡槽 如果要拍PoRest RAW或者Nikon RAW的話 就要用到CF-Expect Type-B記憶卡 如果只是拍PoRest的HQ檔案 就可以用到V90的SD卡 另外,Z8除了機頂顯示屏會亮燈之外 功能掣也可以亮燈 在暗黑的環境拍攝就不怕按錯 還有Nikon這枝24-120 我覺得拍片都很適合用 因為我們其他品牌都是24105 所以我們還要長一點 還有比我現在用的24105 鏡頭更幼身 現在這部Z8的機身沒有Z9那麼大 我覺得Handhill拍攝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大的負擔 今天就玩了幾個小時的這一部 Nikon Z8的相機 是時候也要玩機了 給我的感覺就真的很紮實 拍片拍照功能是齊全之外 還要是很完善 當然了,我也是很喜歡這個反望 拍直到的時候真的很方便 適合我這些時候有腰骨痛的人 不用蹲那麼低去拍 可以用 Trek 打擾了一張看 看外表 我們有空的電視 ,也會有空的地盤 打擾了一張照片 出來 這次是 照片 影片